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11月11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新闻焦点来带您看到 今年在新北三重土城 有两名远警直勤被独驾撞死 警政署认定都是因公殉职 不过再多的赔偿都换不回两个新岁的家庭 但是昨天在板桥和新店 又都分别发生了独驾拒绝领检的事件 两名驾驶甚至都加速投意 索性都被警方顺利逮捕 远警巡逻当下 竟然被一辆蓝色吉普车按喇叭 甚至集签内车斗 无视公权力 警方也立即鸣笛追车 蓝色吉普车加速投意 在新北市板桥闹区闯红灯蛇行 危险驾驶行为让人看了捏一把冷汗 最后罪状人行道 警方立即将车包围上前逮员 原来不是酒驾是毒驾 警方在车子里面查扣电子烟煮 积极烟淡 初步检测是毒品依托咪纸 讯后移送法办 另外交通违规的部分 也一口气开拔十六张罚单 星期天发生在新北市的独驾 不止一件 晚间六点多 新店远警发现一台自小客车 行机可疑 对方却拒检加速投意 最后警方用巡逻车撞停 三名毒虫被逮个正轴 警方愁毒品罪嫌扩大侦备 向上追查毒品来源 但是警方每次出勤拦茶 都向拿生命做赌注 第一线人员缺乏 及时查气毒驾的工具 人事未解问题 记者陈冠勋 朱凤之中健刚 综合报道 来看到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地区 一共有银杏 万宜 还有捷梗三个台风 以及即将形成台风的 热带性低气压 这样的情况在十一月来说 算是很少见的 不过银杏朝着越南移动 万宜将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这两个台风都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但是来看到捷梗 预估它未来会朝着西北 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 今天将会通过旅宋岛 在周二周三进入南海 虽然对台湾直接影响的几率比较低 不过要注意到外围云系带来的雨势 还有一个在关岛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即将会在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 未来也会有持续增强的趋势 行程之后将会是今年的第25号台风天吐 它会在礼拜四的时候 来到菲律宾东方近海 后续的动向还不能够太笃定 所以要请大家随时留意相关的天气资讯 而一周天气来看到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东半部会转为有雨的天气 温度会稍微转凉 其他地区是多云稻晴 周二到周三水气增加 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 还有节耿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 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整天阴雨湿凉 宜兰局部大雨好雨 北海岸还有双北山区都要严防大雨 周三桃源以北还有东半部零星雨 周四降雨会线缩到东半部地区 整体水气减少气温回升 不过到了周五水气又会再增加 周日东北季风增强 而天气看完继续来关心的是 古巴南部时候 接连发生了规模6.8和规模5.9的 两次强烈地震 古巴最近先后是受到了 预风还有停电的影响 这一次又发生地震 当地民众因为惊恐而冲到屋外 原本就处在困顿情势的他们 日子更不安稳 古巴南部接连发生两次地震 许多房屋的围墙砖头掉落 墙壁军裂 屋顶塌陷 街道上的电线杆也在摇晃 不少民众吓坏冲出家门 根据法新社报道 美国地址调查所报告指出 两次地震先后间隔一小时 第二次规模6.8 深度23.5公里 镇样位于古巴东南部格兰马省 巴托洛梅马索以南约40公里的海中 第一次的规模则为5.9 镇样也差不多位置 根据古巴官方媒体的报道 东部中部都有感受到震动 地震发生之际 古巴百姓其实还在大停电 飓风重创的困顿中苦苦挣扎 六号飓风拉菲尔袭击古巴西部 导致国家电力系统中断 摧毁数百栋房屋数十万人撤离 八号部分地区恢复供电 但尚未修复的地区的百姓 生活依然不变 这个国家十月才遭预风奥斯卡侵袭 电厂故障停机全国大停电 当局抢修不顺利 多个地区还爆发小规模抗疫 公示新闻黄运林变异 来看今天的早餐猝爆 首先是联合报 路透社报道 美国已经要求台积电 从今天开始 停止出货7奈米以下先进制程晶片 给中国大陆的客户 这些晶片用在AI加速器 和汇土处理器 自由时报来关心电动滑板车 电动平衡车等个人行动器具 在法律上虽然定义是慢车 但是实际上不能够合法上路 有民众虽然觉得滑板车 骑起来方便 又能够避开塞车 但是因为迟迟没有相关的规范 而难以下手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 部分电动滑板车 时速高于慢车限制的25公里 在没有全国统一检验的标准之前 没有办法讨论开放事宜 中国时报来关心诈骗集团猖绝 各银行持续限缩转账服务 台北富邦银行12月起 针对左卫往来的客户 加强关注客户 经检调机关来函 或者是客户的账户 有疑似不法或是异常 等四类的客户 申请新增约定账户 由现行次两月生效 调整为次六月生效 创下了史上最长的等待记录 诈骗手法不断的更新 有诈骗集团是假冒监理单位 寄假拔单邮件给民众 里面附上了来路不明的连结 所以为了要遏止诈骗 中华邮件自建AI反诈模型 希望能够提前侦测到异常证乎 无论既收包裹 动动手指就完成 这类业务越来越便利 却有民众收到邮件 被收包裹 没邮领赶快点连结 结果又是诈骗 我在想应该也可能会有人会相信吧 这好像是真的一样 我觉得应该是 你可能有钱没有提吧 或者说还是包裹没有拿吧 这是最普通 因为邮局的邮 他的业务大概就是这些嘛 也有中华邮政赖 看似官方账号 其实也是假的 有人照指示输入账号密码 存款被盗里 面对诈骗乱象 中华邮政再出招 自建AI模型 搭配大数据 侦测异常账号 中华邮政通报警方 也曾顺利拦下售诈款项 但从邮局到多家金融机构 陆续被冒名 甚至还有人收到假发单有件 提及交通违规 未处理 必须点连结缴款 监理单位提醒 别点来路不明连结 国内诈骗案件 每日踩碎以异为单位 更有布法集团 假冒各机关行片 警方提醒 只要出现要求提供 各资等行为 只要紧急踩刹车 留意有诈 记者 专门时期镇领 台北报导 2024秋豆大游行 昨天下午登场 今年主题诉求和平反正 民生优先 喊话政府正是高物价 高房价 高工时的问题 劳团也诉求 希望能够恢复 或者是增加国定假日 劳动部则是回应 修法之后 依旧会保证劳工 一年有116天的休假日数 基本薪资也会再往上走 走到总统官邸附近 隔空喊话赖清德 一年一度 秋豆大游行 经验主题主打和平反战 民生优先 聚焦国内三高问题 2024秋豆游行 10号正式登场 要求正式台湾高物价 高房价 以及高工时问题 现场聚集百人响应 但跟网言相比 主办房坦言 人数又减少 现在物价节节高涨以外 我们一辈子的辛苦 买不起这种房子 那再加上就是说 我们工时高 让大家听清楚 那我们的薪水也定 砍掉劳工的七天假 一年下来帮所有台湾的财团 雇主 省下六七百亿 拿去炒作房地产 炒作股市 声援团体不满 国定假日被砍七天假 也弄批政府 法律制定有问题 不少劳工底薪低于基本工资 但加上津贴又超过 资方就躲过违法一律 劳动部回应 修法后薪资提升 工时下降也依旧保障 劳工有固定的休假填数 这回从工时薪水 房价通膨都被公斗团体高度注意 但游行过程也爆发差距 半路停下宣讲 一度被两次警告 也出现民众抗议不满活动举行 索性最后顺利落幕 记者 权贯宣誓政理台北报道 推动薪资透明化 劳动部研议修正作业服务法的薪资 揭露门槛 从现行的四万元提高到五万元 未来只要薪资不到五万块 都得要公开薪资的范围 不能够再写面译 预计在明年启动修法之后 能够涵盖九成的出任人员职缺 点开求职网站在薪资待遇栏 常常能看到面译这两个字 不过预计从明年开始 随着劳动部推动就业服务法修法 未来只要薪资不到五万元 都得公开薪资范围 劳动部统计薪资揭露上入六年来 总计受理四百四十件检举 开发五十五件 开发率仅百分之十二点五 我觉得就是写清楚 让我也可以就是直接 还没有进去的时候 我就会了解到 这是不是适合我的 可能你会至少有个底在 就不用再去当面再去讲 从主计总处数据来看 国内低薪族年龄分布 二十到二十九岁的民众 月薪不到三万的人数 有五十三点七万人 六十五岁以上则占国内低薪族群的一半 为保障出任人员的薪资计价能力 未来薪资不到五万的职缺都禁止写面译 不过有金融业认为要全体实用才能有助薪资透明 劳动波预计修法后可涵盖了职缺范围约九成 不过也有其他人力转家认为 求职者应该提升自我能力 才能提高薪资谈判筹码 记者渊慈谢其文台北报道 为了有效打炒房 央行之前寄出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 其中豪宅的房贷最多只能够带到三成 不过根据统计 今年全台豪宅交易量 第一名是在台中的西屯区 一共是有四百八十亿件 第二名跟第三名的交易件数也都破百 似乎是没有受到打炒房政策的影响 锦铃中校复兴站的这栋豪宅 旁边还有百货公司 未处台北市的黄金地段 平均总价大约四亿 镜头转往北市中山区 还有不少豪宅建案正准备新建中 不只豪宅交易似乎不受央行 打炒房政策影响 一般民众人有感房价偏高 一样贵吧 不超过二十年 基本上至少都上百起吧 只有往上调吧 越来越贵而已吧 越来越买不起 根据房屋交易的实价登陆资讯 今年全台豪宅交易热区 第一名是台中市西屯 交易件数四百八十一件 年减百分之三点二 不过台北市大安区 年增百分之八点三 中山区更年增百分之三十二点七 新竹竹北年减百分之十二点七 房市专家表示不是央行打炒房 力道不够 是和口袋生的换屋组有关 目前央行豪宅现代门槛北市是七千万 新北六千万 桃园台中台南和高雄是四千万 豪宅贷款最多只能贷三成 民间团体认为政府打炒房太晚 目前只能从改善居住问题来着手 何世超认为央行祭出第七波信用管制后 今年第四季房价仍处于平盘盘整阶段 预期城污供给量多的区域 在明年第一季或第二季 房价渴望松动百分之五 记者员史谢奇文台北报道 台北市的社会住宅被住户反映 地下停车场被外车进驻 住户反而是没有车位可以停 有议员是认为应该要保障部分车位的比例 让住户能够优先租用 独发局则是回应会跟停管处共同延伤 琳琅满目的豪华名车映如眼帘 甚至有一整排的车子套上车罩 看起来停了一段时间 这里是台北内湖的行善社宅 地下停车场 现在沦为豪车保管场 南港的东民社宅也被踢爆许多昂贵名车 把社宅停车场当自家车库 让住户相当无奈 透露住在这里没有保障车位 每三个月就会心惊胆战 要跟周遭黎明抽签抢车位 没抽到就得在外找车位 奇怪很多外面的车子 而且开的都那么好的高级的车 还占据我们这种弱势的一些停车位的话 觉得不应该有这种现象 记者实际走访了位于南港的东民社宅 可以看到在周日下午 地下停车场可说是停满了许多的车辆 以为难求 也可以看到其实也是停放了相当多的名车跟好车 有许多社宅住户家中有孩童 行动不便 长照 因此有车位需求 但根据统计 北市社宅共七千五百五十二户 只规划四千五百一十五个车位 车位明显不足 家中月租车位的外车 多是名车居多 造成社宅停车场乱象 读巴局停管处应该要就后面的名单 也要好好做一个构机 不应该成为一个 这个民间个人的调度场 或者包管场 北市府回应当时争取附近住户 同一件设宅的主因之一 就是将停车场公共化 议员认为应区分社区住户跟外车 保障住户能优先租停车位 对此都发局表示 会与停管处共同研议配套措施 记者黄子杰蒋龙翔台北报道 为了要帮花莲振兴地震后的观光 日本沿首县的圣钢山车 运来台湾组装 要让民众体验当地祈福的传统仪式 不过却在采接游行的时候 有民众发现 前岛车的LED灯牌出现了丧礼字样 民众是直批荒谬离谱 长七公尺高四点五公尺 总重超过两公顿的圣钢山车 在前岛车带领下 来到花莲东大门夜市采接 大逼游客等着欣赏 因为圣钢山车已有三百年历史 被日本政府指定为无形民俗文物 是当地祈福的传统仪式 也有民众在天桥欣赏 却发现离谱情况 前岛车波音车的LED灯上头 赫然出现电 尽到这些丧礼词汇 民众直批太离谱 原来是承办的行销公司 租用波音车时没查明用途 也没关闭LED的电源 行销公司发声明表达成句歉意 强调会负起所有行政责任 现否则回应 要求对方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 台中有民众买销业 副餐饮料的风口膜 却印上了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消费者质疑被统战 业者事后是以书面声明道歉 表示因为购买的是 比较便宜的中国制风口膜 现在已经全面停用 台中市周明路这家压血豆腐锅 是一家连锁店 虽然在网路有不错的评价 不过近日有民众购买餐点 却发现副餐饮料的风口膜上 竟然印着疑似统战标语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记得上传网路分享 其他民众则有不同看法 对我们来讲是不太好 因为有一些可能 比如搞不清楚的 他可能觉得没关系 当然我是觉得自由是很重要的 有什么法力什么去避免他嘛 对不对 应该没有强制性的动作 可是我觉得这是他的自由 对啊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店铁就不要来 业者事后透过文字声明道歉 表示因为节省成本 没有自己设计制作风口膜 而是透过购物平台 采购了中国制的可爱图案 风口膜 已经使用好几卷都没有问题 并不知道不但文字 藏在其中一卷 目前已经全面停用 今年八月在云林才发生 饮料风膜出现中国统战的字样 同样的事件在今年十一月的台中又再次发生 混杂在正常的风膜产品当中 这不仅让厂商难以预防措手不及 也令消费者留下不好的印象 明代表示 云林八月份有首摇影店 也用了印有统战标语的风口膜 而且标语内容 颜色排版都跟台中发生的案例一模一样 非常可能就是中国政府 要求风口膜厂商做的统战小手段 中央和地方政府不能不小心防范 记者秋子培王龙涛台中报道 台湾跨国企业监察TTNC Watch 发表了印尼台商企业和原权报告 内容指出台资在当地的聂业供应链 对当地的环境还有劳权都受到影响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昕回应 未来希望能够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 NGO组织实际走访印尼当地 调查了解台资企业在印尼落地生根 对当地所造成的影响 例如聂产业供应链 现在在印尼越来越重要 虽然是电动车转型的关键 却也对当地生态和环境奏成挑战 台湾跨国企业监察在周日发布 印尼台商企业和人权报告 因为印尼他们劳动企业很普遍是那种 两个月三个月一千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有听到蛮多的案例 就是女性她只要一辈小的怀孕 然后她的企业到期以后 她就不会再被所谓续约这样 当地NGO组织跨海来台发生 因为除了环境受到冲击 劳权也被打压 今年9月台湾一间企业在当地发生 工人不幸坠落死亡的公安事故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 已经有17起类似事件 却没有得到相关单位回应 报告指出许多台湾企业已经成为国际上恶名周章的人权侵犯者 在新南向政策下建议政府对海外投资中的人权和环境问题有效审查监督 并设立国家联络点 保障海外受害者享有救济权益 记者 朱凤之中健刚 台北报道 来看到川普二度入主白宫 行政团队成员也备受瞩目 已经确认的是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力 还有前国务卿庞佩奥都不会入阁 而被点名国务卿人选之一的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 已经收到由驻美代表余大雷所转成的赖总统赫涵 有外媒引述前川普政府官员的说法 在政权交接的期间 川赖通话的可能性还是存在 即将重返白宫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积极筹组内阁团队 不过他最新的社群发文宣布 不会邀请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力 与前国务卿庞佩奥入阁 据外媒点名 川普二点零的国务卿可能人选之一 是川普政府的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 担任国安顾问期间 欧布莱恩就相当关切中国对台威胁 卸任后也和台湾政府密切互动 2023年3月时率团访台 更和时任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会晤 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近日报道 欧布莱恩7号与我驻美代表余大雷 进行午餐会 并收到赖清德总统的正式贺涵 然后转交给川普团队 报道也表示 多名前川普政府官员说 川普在政权交接期间 仍可能与赖总统对话 外交部已经请我国驻美国代表处 转送赖总统 至川普总统当选人的贺涵 除了驻贺盛选外 也表达期待在台美紧密 友好伙伴关系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与川普政府的合作 至于相关细节 外交部没有评论 决指出川普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高 不排除他可能希望透过与台湾的互动 来施压中国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 因此研判一群前总统蔡英文 与川普通话的潜力 传来通话也有可能发生 节目是张敏如综合报道 美国界内有两千万的非法移民 也成为了这一次 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议题 现在在纽约就有大约一千八百人 因为政府和安置履宿的合约到齐 被迫要寻找新的住所 在高级饭店门口都受点心 来自委内瑞拉的法兰西斯 试图打黑工赚取微薄收入 一个南美洲肉饼卖五美元 供应商抽成后 他至少能赚到一美元 由于丈夫在家乡遭到黑帮杀害 法兰西斯只能带着四名孩子 逃到遥远的陌生国度 他至少要在美国待六个月 才能取得合法工作权 阿丽美洲许多国家治安不佳 黑帮横行 大量人口被迫离乡背景 寻找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其中美国和加拿大是主要的 非法移民接收国 来到这里的非法移民 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 像是同样来自委内瑞拉的艾蜜莉 就曾是土木工程师 他即将带着儿子 前往恶亥俄州 与在当地求职的丈夫团聚 根据卡拉汗素凯利案的判决 纽约市自一九八一年起 有义务合法庇护 无家可归的民众 然而过去两年非法移民暴增 以超过二十万人抵达纽约市 让财政负担越来越重 除了公家庇护系统 安置了六万五千人 政府也和旅宿业者签订合约 让移民暂时居住在旅馆的空房 但他们的住宿费 来自纳税人的钱 引发市民怨言 纽约市官员曾称非法移民问题 可能导致纽约市三年损失超过一百亿美元预算 而政府自去年底推动的移民就业方案 也仅帮助了两千多人找到工作 由于非法移民缺乏专业培训 让许多雇主不敢聘用 大量寻求庇护的人 因而转向非法劳动市场打零工 如今纽约市旅馆安置的合约即将到期 年底前约一千八百位移民 将被迫离开目前的下榻处 政府正迫切寻找新的合作业者 希望新的一年能释出至少一万四千间饭店房间 但这种安置方案成本非常高 三年来已超过二十三亿美元 纽约市长亚当斯就打算 让移民转移到由纽约州政府 或其他地方提供的住房专案 今年七月已有四百多个家庭 被安置到纽约市以外的永久住房 约四分之一 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 公司新闻两眼编译 以哈冲突已经四百天 以色列民众酒后聚集在首都特拉维夫 要求停火 也抗议释放人质的协议 到现在都没有结果 另外还传出卡达 认为以哈双方都没有诚意谈判 所以决定要退出握旋 到了外墙上 以灯视大大显示出四百这个数字 一旁还有黄丝带标示 提醒社会大众 以哈冲突发生 与人质造武装组织哈马斯放假 已经满四百天 数百名以色列人质的家属们 就和晚间其聚首都特拉维夫的人质广场上 勒流满面 要求政府加速停火谈判 带回他们的家人 还有不少愤怒的民众聚集在 以色列国防总部外 抗议政府拯救人质速度太慢 要求总理纳泰亚胡下台 以哈冲突不停 在中东各国的多次协调下 停火与人质协议迟迟没有结果 让过去努力协调双方的合设老国家卡达 认为双方都没有诚意要进行谈判 宣布暂停介入斡旋协议 直到双方都有诚意要回到谈判桌 除了以哈冲突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也不停 甚至联合国驻黎巴嫩的维核部队还指控 从九月三十号以后已经遭受四十次攻击 其中有八次确定来自于以色列 包括这个月七号 以色列军方用挖土机跟堆土机摧毁 维核部队基地的部分围栏跟混凝土结构 维核部队宣称以军蓄意直接破坏 部队的财产 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 只是对联合国部队的指控抗议 以军则是予以否认 巴基斯坦的奎达火车站在组后 遭到了毕露之解放军恐怖攻击 至少有二十六人死亡 超过四十个人受伤 火车站的月台上 原来人亡正在等待火车进站 这时却突然冒出火光 随后印发大爆炸 这是南亚国家巴基斯坦 在当地九号发生了恐怖攻击 当时在毕露之省的奎达火车站 遭到了自杀炸弹攻击 最后外面报道 当时许多乘客正在月台等车 准备搭车前往白夏瓦市 当一辆列车正准备出发时 却发生爆炸 因此造成不少人死伤 路透社报道 回答当地的军方调查显示 自杀炸弹客是在一百多人的人群中 引爆夹客中的炸弹 因此朝恐怖攻击方向调查 而当地的武装组织 BLA 毕露之解放军 随后发表声明坦诚犯案 表示攻击目标是一群 正在火车站要回家的士兵 BLA组织是巴基斯坦当地叛乱组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因为认为政府开采当地的天然气跟矿产资源 却没有公平让居民获益 屡次在当地发动恐怖攻击 这次爆炸发生之后 当地在奎达市各个地区增派了警察跟执法人员 启动了快速安全措施 奎达市在9号傍晚也为牺牲的16名士兵举行丧礼 而巴基斯坦总理夏利波除了谴责这次的攻击 也要求医院管理部门尽力就职上患 故事新闻 陈希同比 南韩艺人终植卫拳龙拉拉队员李多慧 之前骑车环岛开直播跟粉丝互动 结果回家途中传出有人开车尾随 对方还下车脱拍 吓得李多慧不敢回家 他昨天出面哭诉报案 提高跟扫法 三重分局也已经锁定这个行为人 那待会会根据这个比论内容 会积极查去到案 另外三重分局也会加强 单四人的住家周边的家案巡逻 不停擦眼泪 李多慧哭红双眼 表示自己很喜欢台湾 但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 在住家附近遇到有人跟随拍摄 希望这件事不要再发生 警方表示已经锁定了涉嫌跟骚的民众 确认对方是一名女性 将会通知他到案说明 接下来看到台中市北区进化北路跟大德街口 正在施作行人庇护岛工程 但是光是十一月第一个礼拜就发生了连续两起车辆撞到庇护岛的交通意外 民众质疑这样的设计有问题 银色休旅车准备左转 但刚起步就直接撞上行人庇护岛 还好没有人受伤 这个地点在台中市北区进化北路与大德街口 目前正在进行庇护岛工程 但十一月第一周就已经发生两件有记录的插撞庇护岛车祸 附近居民认为设计可能有问题 要做标示 警方表示该路口的庇护岛工程并未完工 黑黄相间的警示线还没有画上 行穿线和车道标线也都还没有重绘 再加上驾驶疏忽 所以才会不小心撞上庇护岛 回到事故现场 庇护岛两侧都有明显的插撞痕迹 上面的遵循方向标志还被整个撞歪 台中市府表示完工前将会加强警示与宣导 避免意外再发生 不过市府也强调 庇护岛工程都依照相关规范审查通过 才设置 下周就会开始进行行穿线车道线 等后续工程的施工绘制 在完工前民众要多注意 民众塞在车阵中因为等得太久 下车沿路叫骂 还拍打其他车辆 这是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 是串联市中心的南北向重要交通要道 9号深夜11点出现异常大塞车 监视器拍下大批车辆动弹不得 短短三分钟两公里的路程塞了一小时 民众动弹不得 拨打1999市民专线或是报警 都求助无援 民众表示基隆路地下道尖峰时段会塞车 但深夜塞了一小时相当少见 至于塞车的原因疑似跟部分道路封闭有关 基隆路地下道从本月的7号到月底进行施工 而新工作表示针对地下道的部分 有引导车流进行调拨车道的部分 不过议员接获民众的陈琴表示 当时是没有看见任何的交通疏导 基隆路地下道到月底之前 每天晚间11点到隔日清晨6点施工 人先规划的告示牌调拨车道的配套措施显然不够周旋 这份施工的交维计划 IP直上谈兵 若涉及公安危险救护需求 空衍生公安问题 面对民怨 北市府回应从10号晚间10点到11号清晨起将暂停施工 检讨提前导印改道或调整施工时段日期等精进措施 避免塞车噩梦再次上演 记者黄子杰蒋龙翔秋富财台北报道 寿山动物园的游园小火车 被游客发现驾驶员边开边滑手机有安全上的疑虑 动物园回应表示 驾驶是委外厂商的员工 已经被厂商停搬加强躁欲训练 原区大门口定时发车 车速在二十公里以下 高雄寿山动物园电动游园车绕一圈 约在二十分钟内 不少全家出友的民众都会选择搭乘 中日一早 游园车几乎斑斑客满 但在前一天却有游客两度发现游园车驾驶 在车辆行进间滑手机 游客质疑这行为恐影响 车上四十人 以及园区其他游客安全 寿山动物园证实的确接到游客投诉 由于游园车已委外 已要求厂商落实员工教育训练 这名员工已被停班受训后确认无误才能再上路 由于园区内道路不属于一般道路 警方无法取缔违规 动物园强调若真发生碰撞事故 车上乘客或园内的游客都有投保意外显可因应 记者王庭 陈显坤 高雄报道 野保团体昨天举行2024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 希望正视游荡犬猫问题跟野生动物生存的困境 要求政府精进游荡犬猫管理跟减量 去年的政府提出了一个生态热虚的政策 那是他们主打的说这个地方的游荡犬只要做一致 还有就是说里面不可以做喂食 但其实这个热虚它并没有一个太实质的法律效力 那地方政府也没办法去做一个实行的执法 总周吴亦达强调游行不是要制造野保跟动保的对立 而是现今很多人不了解游荡犬猫造成野生动物生存的问题 学者认为台湾目前比较需要的是野生动物保育措施 应该跨出原主管机关进到其他的部会 以及犬猫在科学上被定义为外来入侵种 希望这个概念能够被纳入课纲里头 农业部上个礼拜发表了牛跟猪的新品种 推出原心牛和平谱黑猪 原心牛的油花虽然没有和牛丰富 但是口感甜而不腻 未来可以建立高端肉牛产业链 而平谱黑猪的肉质嫩度好 希望可以打造成台湾精品黑猪肉 体型小背毛黑合色公母牛都有角 这是日治时代由日本引进的异用牛 后来放养在阳明山晴天岗 再由李登辉基金会全数收购 19头牛送到花莲凤林饲养 令人惊叹的是牛脂在台90年维持纯种 虽然和和牛亲缘关系近 但却认为独立族群 这个新发现品种原心牛今年通过命名审定 这只呈现长方形耳大前锤 尾巴还像孔雀羽毛展开 这也是业者历经14年的努力 千辛万苦才找到的台湾原生种 平谱黑猪 肉质与世界知名的伊比利猪不相上下 嫩度甜度更优于市售白猪 渴望打造成台湾的精品黑猪肉 走向国际市场 它的甜度比这些猪种多了四倍 它的甜度就是自然的甘甜 然后胶原蛋白也多了1.5倍 所以它吃起来它的油脂就非常的丰富 原犀牛的部分 它是国内第一只的民间的牛的完成命名 那平谱黑猪是第一只民间的猪来完成命名的 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里程碑 新品种选育耗时花钱 过去都由政府来做 这次原犀牛与平谱黑猪则靠民间完成 原犀牛今年6月通过命名审定 成为台湾重要的原种种牛 平谱黑猪在7月通过命名 未来将以其基础发展黑猪品牌 两品种都丰富了台湾续产种源多样性 记者林静梅陈昌伟台北报道 航空服务调查机构公布2024最佳行李运送机场排名 日本大阪的关系机场蝉联第一名 而且从1994年启用到现在 30年来这一座机场从来就没有把旅客的任何一件行李给弄丢过 日本关系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将旅客的推运行李 一件件放到输送带上 在搬进飞机货舱中 根据航空服务调查机构Skytrux公布的 2024年最佳行李运送机场排名中 关系机场再度夺冠 而且从1994年9月启用到现在 这30年期间 他们从来没有弄丢过任何一件行李 机场人员表示 绝大多数的行李会遗失的原因 可能是工作人员没有运送到正确的航班飞机上 或是在转机时发生错误 关系机场工作人员说 虽然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但会照着工作流程和规则仔细检查 行李一降落到关系机场后 会先被送往分类式 并且按照头等舱 商务舱和经济舱的顺序 将行李放在转盘上 再由两人一组的工作人员逐一确认 整个过程在飞机降落后 只需要花十多分钟 而光是2023年 关系国际机场 总共处理了约一千万件行李 我々はお客様がストレスを感じないように 航空機到着から15分以内に 手荷物を到着ターンテーブルに流し始めます また壊れやすいもの ベイビーカー サーフボードやスキー板などの 長着物はお客様に直接手渡しし スーツケースは衝撃を与えないように 丁寧に取扱い スーツケースの取手は お客様が取りやすい向きに揃えて流しております 根据国际航空電信协会的调查 全球行李处理不当的事件 每千名旅客中平均有6.9件 但在10年前 不当处理的案件多达两位数 而错误率会下降的原因 则是因为科技进步 关系国际机场每年能容纳 多达4000多万名旅客 目前的旅客人次也已经恢复到疫情前 一整年约有2500万人次 而且机场为了迎接 2025年大阪市博会 做了大翻修 增设了新的安全检查站 机场人员自豪的说 他们有信心 这些旅客的所有行李 都不会遗失 公式新闻沈陆沛编译 我们一起来关心 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吉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 温度是22到27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 温度是21到30度 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 温度21到31度 温差有将近10度 宜兰花莲台东温度22到29度 跌岛地区 澎湖金门连江温度是21到27度 接下来关心未来三天的气象资讯方面 要注意的是礼拜二到礼拜三这一段期间 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还有捷梗台风外围环流云市的影响 所以多个地区都会降雨几率都会增加 继续带你来看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北部中部还有云嘉南是普通 竹苗是良好等级 要注意到高平地区是敏感等级 宜兰花东 澎湖是良好 马祖和金门则是普通等级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